星座塔楼算什么 挨打小姐来解惑 阿达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过年喜气的节目 好希望大家有就是过年的时候都有好好的休息到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上班族过年就得开心 因为通常就是最长的一个长假 那我们到底就是碰到时间的时候是怎么来管理 放假的规划的话 其实我 因为大家如果 可能不知道的是我的前五项 全部都是跟关系建立相关 我的第一是体量 然后Empathy 所以只要有人一揪你的时间就给人 马上因为我也会想说我希望他们 我会觉得他邀我就是希望我去 就是不然不会邀我啊对不对 那就没想到他们只是礼貌性问问 我们需要有人站这个床位 我真的会觉得说如果他们真的有缺人 我就会愿意耶 因为不然少一个人他们要多付钱啊 哇好体贴喔 好感同身受 有点太 这个可能有点太over 好适应喔 我都会觉得不ok 像哲人哥他们常常邀我去 然后我就拒绝他 久了他就会更想要 不是他们都一定会邀我我都一定会拒绝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会觉得我时间不想要这样用 我如果跟他们去的话 通常都是要去照顾他们的海流 这种我无法喔 你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会长什么样子了 你的前瞻已经知道将要来的事了 对我已经知道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想要这样浪费我的假期 或者这样的时间 所以除非真的是我们全家一起 然后我知道我爸妈有去的话 他们可以慢慢来一次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陈贤脱身好不好 这个我们都有先想好的 这时间不能这样乱用 对我来讲假期是 我真的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休息 比如说成就啊 或者是蛮行动的这个导向 比如说我的成就是第十个嘛 就是说去钓鱼这件事情 去Fly Fishing这件事情 就有让我感觉到说 焕然一新满足了 对所以其实你的休息方式 对有一些人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放松 因为你是有一个目标 虽然对你来说那是个休息 可是在这个休息的过程 还是可以希望让他 比方说你的完美会让你 比方说你会一直想要说 我怎么样可以增进我这个Fly Fishing的技术 而且你知道我真的 不管是Holiday 或是平常就是我怎么用时间的 我跟你讲我取悦是倒数第二个嘛 所以我根本不管那些我不熟的人 他们喜不喜欢 对或者说体谅 真的老实说我真的没有在体谅 我老婆爱不爱钓鱼这件事情 她就这样陪我去钓鱼或什么东西 是爱啊 但是相极了爱情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会 譬如说因为我的交往是第二个嘛 所以对我来讲重要的人 我会care我怎么spend time 跟他们在一起 你就会把时间 特别分出来给他们 对比如说我太太 或者说我太太的家人 或者是我自己的家人 这些东西 或者是说我很看重的朋友 我会愿意把时间给他们 但是如果跟我不是这么熟的人 或什么东西 我就会觉得很硬 比如说我会想要投资在 我真的认为这个关系是可以长久 而不是乱枪打鸟 而不是说全部都撒出去 中 中 你是要乱枪打鸟 只要有人需要凑分母 你就去了 我跟你讲 就是上次有一个 我们的同事 其实现在本人也在现场 就是揪我录影 我马上就答应了 然后你知道你刚才讲说 你会特别分时间 就是给你所重视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 他们就更会知道 因为你不是一个随便 会把时间分给朋友的人 然后可是我觉得 他们会看重珍惜 对我来讲 这可能或许也是我的一个盲点 或者虽然我的前五 都是关系建立 那但是因为我 就是刚刚有提到 你有觉得被别人不珍惜了吗 不是啦 没有没有 但是是别人可能会不觉得 我给他们的时间 有多么的特别 宝贵 因为我 谁都可以知道 找我 因为我 什么人都给 这是什么 在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原本的时间规划 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时间 非常关系导向 对关系导向人家找我 我基本上看到那个时间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 我可能前面 对因为 比方说前面一个约 他两点结束好了 下午两点结束 然后到下面一个 可能是四点或五点 然后中间突然有一个约的时候 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三点到四点 这段时间我们一个小时碰面 我就会觉得说 我把那个小时给你啊 然后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知道整个以前也是这样 真的 可是后来他就改变了 他现在就是不在前面 也不在后面排这些东西 他会觉得说 我如果给你的话 我就全部都给你 就是一个 因为会觉得前面的人 也没有被顾好 后面的人又觉得你又迟到 所以是有点烂心 然后这个中间的也没有 但是呢 没有经营的够深 我觉得可能在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每一种人都需要 都需要 每一种人都需要 你可以很快的就很热 然后或者是说你这个 你会觉得说 这半小时一个小时 very productive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no 对我来讲真正的productive 是我只有跟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我没有办法讲的深 所以我可能会宁可愿意深 可是就会把那个广度 牺牲掉 明白 我觉得刚刚 一方面当然是说可能两种都需要 那但是我会觉得 我现在在思考的是 人生也有不同的季节 我在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了一个东西 非常得大 正我 然后呢他就讲说 因为可能我原本就是我的 适应或者是积极 然后跟 其实我对我来讲 我的几率排在很后面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在做时间规划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在思考 跟 我就算定出来 我也不一定完全照着我的规划 但是他跟我讲了一个点 我就觉得 有catch到我 因为他就说 你要看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来做你的时间规划 其实跟光哥你刚刚讲的 也有相互印 就是我重视的人 还好优先次序 还好优先次序 然后我给他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 会好像这么打中我 我后来回来看我的 这个Cliffin's Strength 他的这个排序位才发现 那个信仰 是我的排名第八 那信仰它是什么 它就是 就是对于信仰的人 就是他很看重所谓的核心价值 然后他的生活很多规划 会是以核心价值为出发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 It's not about what you do It's about how you do it 就是这些what 就是你的有这些天赋的才干 或者是你的优势 其实有些时候不是 about what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对神来说都是好的 是how you use it 你如何去使用 我觉得时间跟可能我们要成就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跟你的关系 你一定要想说你这一生就是这么长 你想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完成这些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过去 可是关系是会存到永远的 我觉得神非常看重关系 所以那怎么样用这些的天赋才干 把它转变成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的时间 发挥到淋漓尽致 我觉得包括连你要休息的时候 你都安排出来 因为你知道就像那个Gateway教会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就是Robert Moore一直在讲 就是你要take a day off 你一定要有安息日的这个想法 而且你一定要有怎么去规划 你的休息跟什么的 你才有办法重新的被refresh 更新 然后你才有办法继续的 很有passion 很有热情的走前面这条道路 你要成为一个天赋才干的好管家 你要成为一个时间的好管家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也才能够真正把神放在我们里面的 这些天赋才干 发挥到一个最大的机制 好不好 所以今年呢祝福大家 新年时间好管家 新年时间好管家 关心建立不乱乱乱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试音跟弹性 应该应该排蛮后面的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差的 应该怎么讲 我是一个很差的一个 可能跟随跟新的部分 但是我在领导方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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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